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太在写经文呢 93岁了 眼不花 手不抖 这本经书叫《妙法莲花经》 师太每年都会写上一本 今年已经写了11本了 好家伙 93岁高龄还能玩单杠啊 昨天发完那个视频 有很多朋友说想来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导航 这里呢是位于甘肃张叶市肃南县的马蹄乡 到了马蹄乡之后呢先找马蹄寺 导航搜索马蹄寺 进了马蹄寺的景区大门之后 搜索下观音洞就能到这个地方 就在这座大雄宝殿里面 佛像的身后有一束活水啊 说是活水但是它无根无缘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渗出来的 但是呢经年不衰四季不断 来就在这座佛像的身后 这里面的水呢一般是不给外人饮用的 要有佛人的人 看一个小水潭周边都是山上的巨石 这就是一个这样天然形成的一个洞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的水年年都有 从来没有断过 非常干净的泉水 这样是八经的矿泉水啊 这个水打一点回去 也对的无数年长 一切收拾完毕 便跟着耿老亲一起离开了下观音洞 继续往七连山深处进发 九月下旬的七连山天气开始转凉 山间的牧草也换上了黄色的新衣 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彩一片 看起来分外喜人 行驶大约15公里之后 七连山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大都麻的小村庄 好了就在这儿了 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叫做大都麻村 村子外面呢一大块的空地 青山绿水 牛羊长群 在这里露营两天 我们今天来的村庄名叫大都麻村 它隶属于甘肃省张业市 宿南县马蹄藏族乡 深处马蹄乡中部的七连山腹地 这个村子是少数民族村庄 生活着八十多户藏族和玉谷族 都麻便是藏于阴影 意思是用炒面酥油捏得像塔一样的祭祀用品 大都麻村周边的生态环境极好 青山环绕之间遍布着大片草草 还有长满了高山松柏的云石森林 在遥远的七连山深处 有一些地方常年气候寒冷冰雪覆盖 融化后的雪水 顺着地势汇集成尖尖细流 最后融为了一条宽度几米的河流 经过村庄 这就是大都麻河 秀烈的风景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让这座村庄成为了难得的人间乐土 村子里的村民大多数以放牧为生 家家户户最少的都有几百只牛羊 着实让人羡慕不来 泉水叮咚小河流水 用这河里的水洗洗脏衣服 河里边的水都是冰川上流下来的 非常的凉 拿个盆儿接点水洗 待会把这脏水泼到岸上 别污染了人家的环境 来旁边的这个村子里面转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买到点肉 它这里呢是牧区啊 昨天我看一大群羊在那吃草 那个羊肉应该是非常鲜嫩的 你们家养的多少只羊 我们家就三百只羊 我没有 才别只羊 他们家养三百只羊 好吧 咱们现在看这个村子里的房子啊 这种建筑风格非常像藏族 但是其实呢这个村子里聚居的呢 绝大部分都是玉谷族 玉谷族是中国甘肃张叶地区 一个特有的民族 人数不多啊 全族加起来也就2万左右的人口 这个民族其实在外人看来啊 它跟藏族是没什么区别的 包括服装建筑各方面的文化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走了一圈啊 没有买到羊肉 刚刚问那个阿姨说 这两天都在忙庄家 也没有游客来 所以呢就没有人顾得上宰羊 天马上黑了啊 我们从七连山里面出来了 刚老七家呢来了几个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搞一个烧烤 但是刚刚待的那个山里面是严禁严火的 因为那边是林区 切点羊肉 准备搞个羊肉烧烤 好羊肉串穿起来 我把肚子里打开 哎 哎 好 好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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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啊 不拍了 我们专心吃饭了 老七这会儿还忙着呢 辛苦大厨 你看这羊头 我是冬瓜 正和小伙伴一起自驾甘肃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